这个辩论会上头提到的这个重点 都是台湾的年轻朋友 还有台湾民众很有感的 比如说他说到捐副总统官邸 那主要就是因为拿来做青年住宅 因为呢现在大家都买不起房子 房价太贵了 好另外一个问题呢提到了这个巨星 不敢来到台湾 主要就是因为台湾是有地缘政治的风险 两岸之间兵凶占尾的 很害怕台湾会打仗 但是呢如果我们来对照一下 总统蔡英文在任内最后一次的元旦谈话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蔡总统的谈话好像觉得 台湾社会现在是歌舞生平 大家生活都非常的幸福 我们来看一下 总统今天到底说了哪些话 他说呢这八年的关键字是世界 如果说这个世界的关键字是什么 那一定有台湾 他提到了政府总共还债超过了9000亿 他自称是最会还债的政府 而不会债留子孙 好另外呢他说我们改变了过去政府 试图借由ECFA让台湾跟香港一样 加速跟中国经济一体化的路径 好当然呢对于这个他的谈话内容呢 网友简直是直接炸锅了 好另外呢网友直接开算了 台湾的关键字应该是有高端 有赖皮疗吧 好9000亿欠了这个1万亿吗 特别预算不算钱吗 借薪还就还是欠钱呢 接下来呢下一张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总统蔡英文自己本身的脸书 也立刻被网友灌爆了 因为呢这个新年谈话他说呢 世界的关键字一定有台湾了 网友说你睡8年了终于睡醒 在说梦话了吗 另外有人说这个洗8年的脏污啊 世界的台湾跟台湾建交国家最多 好棒棒 另外有人说呢你留下的是兵凶战尾的台湾 世界公认最危险的地方吧 另外有人提到了是超级大烂民进党的人 还有呢有人说这八成是小编跟幕僚准备的 另外呢因为总统根本就没有这个接受媒体的提问嘛 也有人直接说了原来您有在上班啊 还有人说了台湾的关键字是封存啊 另外呢又有人提到了外国人说台湾就是在说诈骗道 也有网友说如果问我这8年台湾的关键字是什么 那么我会说是贪腐两个字 还有呢战争风险最高领导人抄袭最多 好这个网友的看法通通接出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接下来问一下这个愿老师 你怎么样看蔡英文在今年的这个新年谈话内容 蔡英文呢真的是搞不清楚啊 她自己最喜欢的这个英国的这个经济学人杂志啊 在2021年的时候有一篇专辑 想必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就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对 我跟你讲 以前我都非常注意国际新闻中有没有台湾 出现的非常少 为什么 因为国际新闻你要越少出现越安全 你像我以前留学地方的比利时的话 很少人听到什么国际新闻有比利时的 因为出现的话来都是恐怖攻击 现在大家经常看到以色列啊加萨啊 俄罗斯啊乌克兰啊 那都发生战争的区域 蔡英文基本上的话一点知识 一点常识都没有 然后另外的话呢她非常非常遗憾的 就是说她讲的东西的内容啊 因为她自己啊 她已经有七八百天没有开过记者会了 对 当个总统本身来讲什么都不管了 权力大得不得了 知意妄为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她讲什么就讲什么 随便她乱讲 对不对 这种情况讲 你要拿出事实的证据啊 每一件事情的话 尤其是像今天 就是今天是什么日子 是你在卸任之前啊 对不对 大家基本上来讲 你就是已经算是正式宣布你准备做颇脚丫了 你自己要解释一下啊 对不对 什么高端啊 论文啊 你又有博士啊 像我们哪个博士不容易啊 把面子快拼掉了 对不对 你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大摇大摆了 还当什么 还当什么领导人啊 你有什么资格了 对不对 你现在讲这种话的话 首先两点 第一个 台湾的经济上来讲 你不靠AQFA 你哪有钱还的 然后你又借了新债来还旧债 你这个要是要什么环卷 你说你自己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们整个社会当中啊 整个出现的问题啊 从那个小灯泡开始 到现在的一个国家学生 被他们十刀砍死的现象 你有没有出来说一句话 你们的小灯泡那时候 还是发出一些文艺青年的抑郁啊 还强调什么 什么小灯泡 不会让你什么 什么什么阿姨是吧 不会让你白死啊 那不是白死吗 每天都会发生 现在的整个社会中的暴力之气 你知不知道 你有没有了解 你有没有提到 像赵德康一样 提到青年住宅 你有没有想到青年人的困难 你有没有知道大家在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 所面对的危机啊 你有没有直接回应一下 这个欧贵之里面讲的啊 这个整个这个 108课纲里面所引发的问题啊 那这些东西的话 大家都是 你们的记者本身来讲 就等他等不到一个记者 会要好好问一下啊 对不对 你现在自己在那边瞎扯 扯一大堆之后 你讲这东西管什么用 你留下一个准备打仗的台湾 我今天非常仔细看了 他的里面的内容 他在讲到两岸关系之前 先强调 哎呦我们有这个武器要准备 然后那个武器准备下海 什么军舰做了什么什么的 你提这个干什么 你这个干什么 你自己又不打 你这个干什么 你要做什么事情 我跟你讲啊 说句良心话 我今天看到他讲这些话以后 我心里很释怀 因为我原来对于选举的结果的话 很焦虑 现在非常试换 这大家都是明白的 摆在桌面上做选择 对不对 你要做选择 你要选择继续完蛋 说句良心话 以后我的观点就觉得 你完蛋就是自己选的 对不对 如果说是 我现在的话的想法是觉得说是 我之所以焦虑的原因啊 原来我是认为说是 明明有这条路 康庄大道你不走 偏偏你要走那种独木围桥 那你现在这种情况 人家摆清楚 不管是什么独木围桥 还是康庄大道 在他眼里的话 基本上就是先朝战争的那条路发展 这样子的话 有什么好 有什么效果 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问一下这个韩兵哥 你怎么样看蔡英文今天的元旦谈话 他细数自己的政绩 把自己讲得好像 现在是歌舞生平 大家人民都生活得很幸福快乐 他说自己留下世界的台湾 世界真的注意到台湾 台湾现在被世界公认 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那这种到底是什么好处 我真的不懂 然后他在细数自己的政绩 如果你的政绩真的这么好的话 那为什么赖清德现在支持度 还不到40%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你应该 赖清德应该完全拧压对手 应该这场选举已经提前结束了 因为你的政绩实在太好 那赖清德为什么都不敢讲你的政绩 所以很明显嘛 你的政绩真的不怎么样 所以就变成赖清德会选择如此辛苦 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而且这还是在野势力分裂的状况 如果在野势力 如果我们当初所想的蓝白合起来的话 现在赖清德是在落后的阶段 所以我觉得你吹牛是没意义的 那我觉得 我严重怀疑丁允公到现在 都还在帮总统府服务 因为我觉得这篇文章跟他过去写的好像 出自他之手 对我们才干过人果然是有一套 对啊就是 你会发觉他还是用那种文青似的语言 他不顾事实 然后呢只讲自己想讲的 然后对台湾真正面临的困境 完全没有任何的对应 那请问一下讲这个干什么 根本就是一些废话 还不如你干脆就不要出来发言 你就继续躲起来好了 其实对我们来讲以前万利25年神中啊 明神中万利25年不临朝 那我觉得蔡英文也可以这样啊 你就一路给我省引到滚蛋啊 其实也差不多 基本上差不多啊 因为你看嘛 蔡英文不是说他真的身体不好 或躲在家里休息 不是 他每天是到处跑的 只是那些行程都不给记者采访 他只去做他的服选行程 就是这样 他每天很忙的 那一个总统每天正式不干 就除了服选之外什么的也不会 要不然就是高端股价跌 他才会出来 那请问一下我们要这个总统到底干嘛 有跟没有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是有差别 没有的话至少不会污钱 这个总统 你搞了多少这种特别预算 然后还好意思讲说 他是史上最会还债的总统 他还了9000亿 你还了9000亿 那为什么债还会增加 这 难怪柯文哲要讲说 他学的数学跟我们不太一样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是哪一国的数学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要讲出一个基本上人家会信的话 你讲的都没人相信 所以我觉得 蔡英文今天是他最后一次享受 他以总统的身份 发表这个元旦文告 因为以后大概也没机会 那对他来说 这个就是他最后一个舞台 那是浪费我们时间的一个舞台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文告 就像刚刚院教授讲的 我觉得台湾民众真的自己要去想一想 我们已经浪费8年在这个人身上 让台湾空转了8年 那你希望台湾未来8年还是这个鬼德性吗 我告诉大家 如果继续这样空转下去 台湾可能没有8年 对 非常有可能 没8年 是啊 所以这是我们要的选择吗 如果你希望台湾还有一点点未来的希望的话 真的大家要做出聪明的选择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锐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